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挑战荒野求生21天,他们在这里却过得相当滋润,瞧瞧这螺肉,看起来就相当美味,一口咬下去,感觉相当上头。 他们还在海里找到龙虾,实在太饱哄了,放到火上烤一烤,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放到口中品尝。 隔壁被野手中的虫子顿时觉得不香了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过来度假的。 这个女人叫宝儿姐,是一名潜水教练,对鱼类和海洋生物非常熟悉,经常独自一人到野外冒险。 而她的搭档大壮,曾是海豹突击队成员,经常到各种恶劣的环境执行任务,不过她还是第一次跟美女坦然相见,不知会摩擦出什么火花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节目组,并没安排他们到岛上会面,海上那救生罚就是他们会面的地点,而且还得自己游泳过去,这应该是开局最惨的一组了。 要知道附近可是各种危险海洋生物溜达的地方,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鲨鱼,他们还不够鲨鱼塞亚缝。 大壮和宝儿姐也只能硬着头皮游过去了,信号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,两人成功在救生罚上碰了面,就是见面有点尴尬,还比先想办法到十多公里外的孤岛上。 那里有足够的资源,让他们熬完21天,节目组也不是什么魔鬼,还额外赠给了其他装备,不过对于他们来说,有点激励了。 宝儿姐听闻大众当过突击的成员,感觉这次稳了,然而他们怎么都没想到,节目组这么狠,花了一整天,手都已经酸得不行,可还是没看到陆地。 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,今晚要在这救生罚上渡过。 还有个问题就是,这船不知哪里漏水,要不断将水弄走。 为了早点上岸,夜里还在继续赶路,水里的鲨鱼早就注意掉他们了,在船附近徘徊,要是被鲨鱼袭击,他们可没办法还手。 差一点就要翻船了,这可把宝儿姐吓坏,她可不想和鲨鱼亲密接触,赶紧加快速度离开这里。 两人折磨差不多都在赶路,终于在天亮时看到了岛屿,这实在太不容易了,耗费了大量的热量和水分。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,找到淡水补充,刚上岛,他们就碰到了麻烦,只被碰到皮肤后非常疼痒。 这岛岛的环境并不适合居住,只能绕到其他地方看看。 为了不少功夫,来到岛的另外一边,这里有海滩,潜水区有不少生物活跃着,他们到时可以想办法弄来吃。 救生罚搁浅在海滩上,看看附近有什么能用的东西。 巴壮和宝儿姐在灌木丛中兜兜转转转找到了淡水,看起来非常干净,这应该是涨潮时地下水经过沙粒过滤而来。 管不了这么多,赶紧先尝一口看看,这味道还不错,有百岁山内味了,赶紧顿顿顿喝起来。 还有二十天要在这里,不知道能否顺利度过了。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忙碌了半天,附近有不少木材,大壮准备弄得公钻尝试生活。 经过修整后看起来还不错,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。 大壮用起来一点都不顺手,费了不少功夫,始终没能生活成功。 眼看天色也不早了,就生发可以直接荡成一个临时庇护所。 两人往里面一钻,希望今晚能睡个好觉。 宝儿姐还是低估了海滩上的蚊虫,被咬得全身都湿。 而大壮皮糙肉厚,啥感觉都没有,要是宝儿姐能安静点就更好了。 昨晚两人睡得都不怎么好,肚子饿得不行。 宝儿姐身上有很多蚊虫钉咬后的痕迹,它还是第一次被咬得这么严重,要是优惑驱赶就好了。 只能编织一些衣服保护住皮肤,大壮听着宝儿姐不断抱怨,耳朵非常难受,还不如想想今晚能找到什么东西吃。 宝儿姐没想到自己的魅力这么差,还不如妥容。 这可把她气坏了,大壮这种钢铁直男就想的生活口肉吃,趁着现在还有体力,潜到水里看看有什么能吃。 这里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海螺,隔壁有不少鱼并不好抓,而且担心把鲨鱼招惹过来。 宝儿姐带回来的海螺并没有得到大壮的认可,它可不想回去的时候肚子里有寄生虫。 宝儿姐可管不了那么多,敲破外壳取出里面的肉,看起来有点恶性,一口咬下去。 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,味道很难形容。 幸好大壮还有不少脂肪,暂时不想体验这美味。 还是得把火生好,弄得熟食吃才安全。 大壮又试过让宝儿姐帮忙,最后结果很明显还不如自己来。 甚至来工钱都被扯断了,都没看到任何灰烬。 这对于大壮来说实在太难受了,只能到海里冷静一下。 最糟糕的还是蚊虫,已经到了他们活跃的时间,而且这就生乏寒漏气了,只能忍受着蚊虫叮咬去打气。 宝儿姐只能到里面吹气,可这蚊虫并不打算放过它,现在满脑子都是嗡嗡嗡的声音。 大壮对这一切都不知道,还浸泡在水里放空自我。 不知不觉,他们完成了一半的赛程,大壮感觉脂肪已经不够用了,干啥事都觉得费力。 宝儿姐每天坚持到海里寻找是食物吃,倒觉得还好。 不过天天吃海螺,他也觉得有点腻了。 水里还有很多能吃的东西,不过没有火,直接生吃并不安全。 毒药还是生吃味道不撒低,毕竟自己不是被烟。 宝儿姐想到可以试试用潜水镜生活。 将镜头拆下来,将阳光聚焦到一个地方。 一会儿的功夫就冒出了白烟,这可把功酸靠谱多了。 大壮赶紧上前吹气,他感觉这一次有戏。 宝儿姐已经忍不住,开始欢呼起来。 所以说,前面那么多天怎么不拿出来用呢? 大壮还是相当淡定的样子,不过内心已经承认宝儿姐的实力。 现在有火了,他们可以尝试抓其他的食物口来吃。 宝儿姐早就发现水里有不少龙虾,接下来他们要去找龙虾麻烦了。 这个男人被困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,没想到眼前就有饱餐一顿的机会。 瞧瞧这次红,要能是抓到,这几天都不用担心饿着肚子。 趁他不注意狠狠一腔戳过去,这转头实在差得有点离谱,好好一条四红都给放跑了。 宝儿姐没想到大壮生活不行,受力也不行,果然找食物还是得靠自己了。 他这次的目标就是这里的龙虾,刚伸手过去,龙虾就立刻退回到洞穴里面。 这对于宝儿姐来说挺不难,用棍子往里面捅。 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到他将龙虾抓到了,不得不说宝儿姐实在太强了,大壮现在除了喊666没啥能做的,这么大一个龙虾,足够他们饱餐一顿了。 赶紧放到火上烤,虽然大壮不怎么会夸人,不过宝儿姐感受到他的眼神比之前好了,果然只有食物才能吸引到注意,这龙虾肉吃起来非常香,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 要是天天能吃到这样的美味,带多一个月都没问题。 这几天宝儿姐知道大壮抓龙虾还比说真的有效果,比之前的要大上不少,还找到大海螺给宝儿解释。 加上游火之后,晚上也不用担心会被蚊虫叮咬。 他们感觉的这一切都往好的情况发展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很快就要离开这里的日子。 根据地图显示,他们还得出海到很远的地方才可以。 唯一的问题就是救生法已经完全放弃。 只能想办法重新修复好,看起来并不能支撑太久。 宝儿姐打算利用残骸,重新加工成新的船。 不远处就有鲨鱼出没,要是木发坏了,那就真的完蛋。 大壮在想要不想把这鲨鱼抓来吃,补充一下能量就好了。 这几天一直在完善木发,看起来还不错。 现在他们要出发离开这里,差不多有7公里的路程。 途径会进入到鲨鱼的地盘,要是碰到也只能抬起脚等它离开。 试试会看看这船效果如何,滑行的速度并不快。 这才当离开岛屿没多远,就碰到红树林,把木发戳了个洞。 实在太倒霉了,只能在水里行走,小心脚下碰到的东西。 失去木发之后,他们只能游过去。 这实在太考验体力了,而且还不敢停留在原地休息。 一游就是好几个小时,可把人累得不行。 刚想停下来缓缓,就看到有鲨鱼靠近。 就在他们觉得完蛋时,节目组的船及时赶到,赶紧游到船上完成这次挑战。 不得不说,这一次挑战比之前的难度高太多了。 宝儿姐的表现可比大众好上不少,也不知道下一组挑战者会去哪里。 这对男女已经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,没想到现在去运陷阱抓到两只龙虾。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,直接放到火上烤熟。 这么大一只,他们感觉还能再吃几只。 这龙虾来自巴拿马,这里潮湿又炎热,还经常被暴风雨袭击。 附近的珊瑚礁存活着各种各样的鲨鱼, 岛上还还有鱷鱼等的猎物上门。 如此危险的地方吸引了不少挑战者过来。 这个女人叫小美,是一名求生专家。 经常独自一人到野外探险,有着丰富的经验。 她的搭档胖哥,是一名求生教练兼乡村歌手。 她要将平时教别人的生存技能运用到这里。 两人队到这里进行21天裸体求生,有不同的看法。 小美对自己非常自信,并不觉得这有什么。 而胖哥却在期待夜晚会发生什么事,很快他们就来到岛上会合。 节目组允许挑战者各自带一样装备过来,看到已经算是野外求生的标配了。 然而没想到的是,胖哥带了潜水镜。 如此潮湿的环境,带得打火去不相貌。 来自前节目组给他们打过粪,小美丽评分要比胖哥高很多,看装备就觉得很合理。 根据地图显示,撤离点在东北海岸附近,还得想办法制造木阀过去。 现在要穿越丛林到达那片海滩。 丛林并不好行走,地面非常吃滑,还得小心栖息这里的蛇。 胖哥已经被节液咬得非常难受,现在是莲物成熟的季节,里面还有糖分和多种营养,还有大量的水分,他们暂时不用当心会饿着肚子。 小美还发现有棵椰子树,但是在砍椰子时不小心弄伤了自己,开局就渐红,可谓是相当惨。 现在要小心细菌感染,只能用树叶简单包扎一下,前方还有山泉水冒出来,要不是小美弄伤手,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梦幻开局了。 来到海滩后,小美的赶紧处理一下伤口,以前的人会用不熟的椰子汁消毒杀菌。 胖哥建议住在草地外面,最好睡在沙滩上,一丈潮就离开这里。 小美感觉这男人就是来搞笑的,她很怀疑这求生专家才是兼职。 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在里面搭建远离地面的住所,在这里不仅要忍受动物的袭击,还会被蚊虫叮咬。 小美的被盯得没有一处是好的。 她感觉全身都痒,很担心被他们感染到疾病,急需生活驱赶蚊虫。 潘德打算用竹筒拉去生火法。 这里实在太潮湿了,她尝试得很久没成功。 小美只能尝试公酸法,但是依旧没能将火生起来。 最糟糕的是外面下起了暴雨,现在更没可能生火成功了。 这女人被蚊虫叮咬了好几天,全身上像没有一处是好的,蜡脚也肿得像猪蹄一样。 再这样下去,她早晚都会休克晕倒过去,唯一的办法就是生火驱赶蚊虫。 但是这几天下起来暴雨,根本没法生活,只能在身上涂抹泥巴,可这样已经没法阻挡住蚊虫叮咬。 因为暴雨,气温下降了很多,两人没有什么保暖措施,很有可能会因为体温过低晕倒。 这场雨持续了一个礼拜,雨虽然已经停了,但是蚊虫并没有放弃攻击。 小美感觉淋巴结肿得很严重,身体反应很强烈,她只能躺在沙滩上休息,这里才感受不到蚊虫的叮咬。 虽然现在要齐心极力将火生起来,但是胖哥并不看好小美地宫钻生火,她感觉在这里不可能会生火成功。 所以为什么不带打火机呢?小美费了不少力气,依旧没能生火成功,她需要胖哥的帮忙。 胖哥尝试了一会,感觉这方法实在太蠢了,要不是小美现在太虚弱了, 她肯定不会这样生火,费了不少力气,终于弄出了灰烬。 折下终于生火成功了,今晚不用怕被蚊子叮咬了,胖哥觉得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,这样都能生火成功。 现在有火了,小美就可以用火蒸一下诺莉树的叶子。 折是丛云里能找到的一种致病植物,她感觉现在脚已经好多了, 但是由于缺乏食物,胖哥感觉非常急躁,脸雾也已经被他们吃得差不多了。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,只能往丛林深处走。 小美打算编制篮子到海里捞鱼,而胖哥打算弄根毛和竹排去抓鱼。 潜水性终于能发挥作用了,让小美没想到的是,小胖对下海毫无经验。 当到海里没多久,她就觉得这里有鲨鱼太危险了。 还劝小美赶紧离开这里,小美无语了,只能自己到海里放陷阱。 希望会有龙虾自动送上了,海底有不少海胆,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食物。 当做完这一切时,胖哥已经回到海滩上。 她刚想进入丛林找点食物,就看到有条蟒蛇,想都没想立刻退了回去。 当胖哥看到小美带回来的海胆,看着就没胃口。 考树后,她觉得还不如吃个椰子,小美却吃得非常香,感觉整个人好了不少。 虽然胖哥已经饿得不行,但她觉得这海胆。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附近的沼泽栖栖着鳄鱼去。 眼前就有一只小鳄鱼,女人已经迫不及待想狩猎一只回去。 但是男人怂了,不敢上前,他们只能退回营地休息。 没想到大晚就有只小鳄鱼袭击过来,直接用毛插了过去,现在可以回去品尝鳄鱼肉了。 虽然块头并不大,但是能吃到肉感觉非常不错。 一口咬下去,嘎嘣脆,鸡肉胃。 胖哥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砍伐树木,现在情绪并不高,希望得到更多的食物。 小美建议到海里多拿点海胆回来吃。 胖哥一天吃海胆顿时感觉昨晚的鳄鱼不香了,而且她不想在鲨鱼旁边游泳。 没办法,小美只能独自一人到海里看看陷阱有没有收获。 潜入到水中将笼子拿起来,她已经感受到龙虾的重量了。 泽西一看,是两只龙虾,刚好它们可以一人一只,赶紧回去将它们放到火中烤熟。 这么大一只,它们感觉味道好极了。 得到能量的补充,它们要开始制造木法了。 想要穿越那些海浪,需要更多的材料。 根据它们的观察,这些碎浪非常多,得找到一条合适的线路。 还得提前探测一下那些珊瑚礁。 现在已经是它们来到这里第二十天了,明天就是离开这里的日子。 木法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,要开始将这些捆起来,再捆在符筒上,这次要比之前的大上不少。 它们并没有制造木法出海远行的经历,所以很担心被海浪冲散架。 要是明天有暴风雨,小美觉得可以直接宣布失败了。 忙碌了一整天这木法基本上已经完成,就等着明天出海看效果了。 在岛上熬了这么久,它们终于可以出海到撤离点。 前方看起来有一场暴风雨要袭击过来,得抓紧时间逃离这里, 由于启物它们看不清周围的情况。 眼看暴雨要来,准备返航时,剧员船突然出现在它们眼前,这也意味着它们挑战成功。 这一次挑战,胖哥直接受了18公斤,而小美也受了8公斤。 看来想要倒过来裸体挑战21天成功,还是得要把自己吃胖点才能扛得住。 两人分数也有所改变,胖哥分数从6.9分提升到7.3分,而小美突破到8.2分。 可以说胖哥这次真的是全靠挨饿躺赢上去。 你们觉得呢,这对男女已经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,正在珊瑚区赶海寻找食物。 突然男人发现水里有条鰻鱼。 幸好女人反应够快,立刻冲了上去。 这鰻鱼最终还是没躲过毒手,但晚他们就吃上了鰻鱼大餐。 这里就是马尔代夫群岛,不仅气温高,还经常受到暴风雨袭击。 小岛被珊瑚礁包围,经常能看到各种危险生物出没。 这个男人叫小乔,是一名退役老兵。 无论是身体素质,还是求生技能都非常强。 他的搭档叫翠花,是一名专业冲浪手,经常到野外求生探险。 知晓很多求生技巧。 小乔和翠花这次要裸体挑战,在岛里生活21天。 比起因为坦然相见的尴尬,他们更担心会被晒伤。 很快两人就在岛上会合,双方都感觉这次挑战值了。 他们目前处于较小的岛屿,两公里外有个更大的岛屿,得想办法到那边获取更多的资源。 生存21天后,到车里点完成挑战。 除了担心途中会碰见鲨鱼外,还有避免长时间在水里暴晒。 岛上并没有什么资源,他们立刻决定冒险游到对面。 很快就在水里碰见鲨鱼,距离相当近,他们只能加快速度赶往岛屿,有惊无险,成功上岸。 可以看出这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人。 来之前节目组根据技能、经验、心理给他们打了分,让人没想到的是小乔只有6.9分。 而翠花高达8分,可以说是完全碾压的小乔。 目前气温非常高,皮肤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,容易晒伤,他们得抓紧时间到树荫下休息。 可小乔的后背还是晒伤了,他感觉非常难受,还得弄一个远离地面的大棚子。 只要能容下两人就足够了。 现在最糟糕的是,小乔第一天就被太阳晒伤,目前还没找到可以当天然防晒物品的东西。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熟透的水煮虾,翠花岛上的材料给自己弄一顶绿网用来遮挡阳光。 小乔刚来就被晒伤,尤其是他的兄弟一碰就疼,现在只想赶紧回家,他可不想在岛上再待20天。 翠花也只能运用经验,制造一些生存工具。 他很难想象要是小乔退出挑战,不知道自己能待多久,只能试下涂方法,让小乔缓解一下痛苦。 当地人会用这种白色浆果,捣碎之后挤出汁液涂抹到身上,能够缓解皮肤晒伤的疼痛。 然而效果并不是很好,全身上下估计就脚底不疼了,或许小乔要成为最快退出挑战选手。 要是在孤岛上出现生理期怎么办? 这个女人白天不仅要忍受着疼痛去摘椰子,编织各种生活工具,收集材料重新搭进住所,还有照顾一个全身膳伤的男人。 到了晚上一个人疼得只能送到急诊时治疗。 这样强大的女人没想到会被男人嫌弃,在海滩上能捡到各种各样冲上岸的垃圾。 对于翠花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,她最喜欢的就是这对鞋子和衣服。 正所谓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,她发现树上有非常多的椰子,正好可以弄下来补充水分。 主根实在不够坚硬,尝试了好几次都没将椰子弄下来,她只能亲自爬上去将椰子摘下来。 树上有非常多的蚂蚁,弄得她非常难受,好不容易才将椰子弄到手,带回营地给小乔尝尝。 而小乔却觉得她浪费时间去编制东西,现在更需要的是淡水而不是椰子。 椰子里面就那么点水,非常嫌弃,翠花感觉非常难受,没想到躺了一天小乔还会嫌弃她。 也就只有翠花这么善良,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重拳出击了。 也不知道能否撑到挑战结束,就只有翠花一个人劳作,感觉又饿又累。 希望小乔能早点好起来分摊一下工作,毕竟现在处于生理期,早上都疼到要送到急诊室了。 如果小乔还想继续挑战,就得站出来。 虽然晒伤还没好,但是只要不被东西碰到,她还是可走动做些事。 在马尔拜夫群岛有非常多井水,但是非常容易被海水污染。 小乔也管不了这么多,找到一片植物茂密的绿地就开始了。 只要耗费不少时间和体力,翠花很担心她会抗不住。 没有合适的工具,小乔只能用手挖。 天气变得越来越热,即使在阴凉的地方也感受得到。 挖了这么久还是没看到水的样子。 要是明天还没喝到淡水,她身体真的扛不住要退再离开这里。 他们已经在这岛上生活了七天,翠花因为生理期丧失了行动能力, 目前只能靠小乔去挖井弄到淡水。 花了两天的时间,她终于挖到了石膏土层,下方就是宝贵的淡水资源。 翠花赶紧过来看看这水如何。 看起来并不咋滴,她并不想直接饮用。 而小乔可管不了这么多,直接用瓶子装水。 因为氧气和沙子的原因,看起来像瓶牛奶。 翠花还是建议除非再喝,小乔实在渴得不行,直接顿顿顿喝了起来。 她感觉这笔椰汁好喝太多了,劝翠花也来尝尝。 目前为止,翠花对小乔的求生能力非常怀疑。 毕竟第一天就被晒伤,在岛上躺了好几天。 果然到了第二天,小乔就生病腹泻,感觉非常虚弱。 而且就在住所附近解决,翠花不省踩钟。 这可把她气坏了,自己必须跟她好好聊聊。 小乔还狡辩用椰子盖住了,没有问题的。 但是看到翠花踩到,自己还是心虚了。 标示自己并不是什么生存专家,她只是一个当过兵,接受过生存技能的训练。 翠花听到这就更难受了。 这个男人已经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了。 水里有非常多鱼类和隔离等着他。 他盯上了一个巨型隔离,花了不少体力才敲下来。 这么大一个隔离,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啊。 小乔和翠花基本上靠椰子和一些果实填饱肚子。 但是这些并不能满足他们对蛋白质的需求。 小乔打算倒到珊瑚去那边寻找食物。 这里经常能看到鰻鱼出现,要是能抓到一条口来吃,那肯定相当美类。 虽然鰻鱼攻击性非常强,但是他们实在太饿了。 小乔立刻进入到珊瑚去狩猎。 鰻鱼溜得太快了,小乔还把自己的脚割伤了。 还是得靠翠花,他拿着手斧冲过去就一定暴击。 这鰻鱼被他直接敲猛了,抓紧机会赶紧补刀。 虽然这脚被珊瑚浇弄得非常疼,但是看到这鰻鱼,他感觉这一切都值得了。 小乔感觉非常不容易,全靠翠花一个人支撑着。 将鰻鱼简单清理后,放到火上烤,一口咬下去,他们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。 小乔觉得不能让一个女的承担这么多,一早起来就独自一人到水里寻找到食物。 他发现这里有不少隔离,用手斧将它敲下来。 这么大的隔离市场都难见到,翠花感觉就像自家的傻孩子终于懂事了,非常欣慰。 再过几天就能离开这里,一切都往好的情况发展。 然而暴风雨却降临到岛上,他们的庇护所非常脆弱,随时都有可能被吹走。 小乔和翠花哪里都去不了,只能待在庇护所里。 两人靠在一起相互取暖,明天就是撤离岛屿的时间,要是暴风雨不走,他们估计也没办法到撤离点。 只能祈祷暴风雨快点离开了。 没想到棚子能支撑住,他们感觉非常高兴。 只有再人人就能回去大吃一顿了,因为暴风雨有不少水平冲上岸,正好用来做个漂浮版。 救援船已经在撤离点等待,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冲过了,这次挑战总算是结束了。 21天的时间,他们身体有明显的变化,根据他们在岛上表现,两人的分数都有所上升。 不得不说翠花的实力真的强,要是你们会带水一起去的。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好几天了,眼前这滩水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水源,里面潜藏着各种细菌病毒,但是他们实在太偷渴了,直接顿顿顿喝起来。 他们觉得这水比农夫山泉还甜,然而第二天,男人就感觉非常不舒服,整天都在上吐下屑,现在只能躺在地上休息。 他有点后悔来到这里参加裸体野外求生了。 这个男人叫基斯,是一名戒毒戒酒之导,曾经当兵,这还是他第一次跟陌生女子到野外求生。 而他的搭档安娜,是一名化妆师,从小就喜欢野外求生,懂得很多求生技能。 他对于这次挑战非常自信,专家对于他们的评分并不高,不知道21天后有什么改变。 这次节目组安排到南太平洋斐济的一个孤岛上,附近是鲨鱼和海蛇活动的区域,还得忍受高温和台风的袭击。 尽管如此,他们还是相当期待这次裸体挑战。 很快两人就脱光衣服来到岛上会面,基斯对于自己搭档非常满意, 就是有点当心这皮肤惊受不住太阳的暴晒,准备了砍刀和点火器过来挑战。 根据地图显示,要到另外一边的沙滩上生存21天。 而彻底点在陡峭的火山岩碧那,现在要穿越丛林到另外一边,到处都是荆棘和锋利的植被, 这对于他们来说走到哪都非常难受。 费了不少时间,终于看到了沙滩,这一趟消耗了不少体力,得赶紧找到水源补充水分。 好不容易才在附近丛林里看到游小水潭,现在可以准备生火,将这些水煮沸。 即使有点火气,可这里的材料实在太潮湿了,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生火。 阿娜这边终于将火弄好。 基斯准备了一些竹子当溶剂装水,将滚烫的石头扔进水里加热, 但是效果看起来并不好,即使放了好几个石头进去, 已经没能将水煮沸,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全吐了。 在如此高温的环境下,他们还得搭建临时住所。 今天消耗了非常多的水分,要是明天还没找到水源,就有脱水的危险。 他们感觉昨晚又饿又冷,全靠抱着瑟瑟发抖熬过。 现在急需找到水源补充水分,幸好在丛林里看到香蕉树, 从底部将它砍倒,再把里面挖空,这样就能得干净的水源, 用叶子弄成简易吸管喝水。 他们感觉这树实在太棒了, 几次又盯上了隔壁的叶子, 他准备将整棵树砍下来,这得耗费大量的体力。 阿娜有点担心,会把她的身体掏空。 几次又砍又聚,双手都磨出了水泡, 才完成了三分之一。 原本有滩水除了一下还能喝的, 但是他就是喜欢椰子, 费了不少时间这树终于要倒了。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又饿又渴, 前不久男人为了吃到椰子, 将整棵椰子树都砍倒了, 然而得到了椰子不是空的就是不熟, 根本没能喝到什么水, 他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, 浑身上下疼得不行, 吉斯和阿娜不得不往丛林深处继续寻找。 到处都是巨石草, 光着身子在这里非常难受, 好不容易才来到石滩区, 这里有不少积水, 但是吉斯担心喝了这些水会肚子不舒服, 可阿娜实在是渴得不行, 直接顿顿顿喝起来, 他感觉这水比农夫山泉还甜, 吉斯看阿娜喝了这么多都没事, 赶紧趴下来补充水分, 这应该是他们能找到最干净的水源了, 恨不得在这里喝到饱, 他们感觉身体好多了, 至少能再多冲一天,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 当晚就下起来暴雨, 棚顶开始漏雨, 砖晚都要忍受寒冷和雨水的拍打, 吉斯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难受, 这场雨一直持续到了天亮才开始消退, 吉斯感觉非常难受, 一早起来就上吐下泻, 估计是昨天喝的水有问题, 但是阿娜觉得一点是都没, 他只能回到营地躺着休息, 已经有脱水的现象, 现在只能靠阿娜自己一个人了, 虽然他也不想独自干活, 但还是希望吉斯能好起来, 经过一天的折磨, 吉斯感觉并没有什么好转, 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, 身体已经撑不住了, 现在就想离开这里, 回到自己大重休息, 吉斯要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阿娜, 阿娜听到这消息, 瞬间就猛了, 他觉得吉斯还有得救, 希望他能再坚持坚持, 今天就慢慢修补棚顶, 让自己缓缓, 吉斯也希望能多坚持一会,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, 收集材料时, 意外发现藏在里面的香蕉, 虽然数量并不算太多, 但是能稍微缓解饥饿, 这两天因为没有下雨, 就连之前找到的水源也快要干涸了, 他们想多砍些竹子储存水源, 阿娜身体非常糟糕, 只能坐着那里休息一会, 他觉得自己也要扛不住了, 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持多少天了, 希望能在海边找到食物, 让自己肚子舒服点, 吉斯发现里面有只螃蟹, 阿娜这边也有一只螃蟹, 今天终于能吃到螃蟹了, 肉虽然不多, 但是他们已经相当满意了, 这个女人要独自一人挑战在孤岛上生存, 她的搭档昨天身体不适, 被送到医院救治, 为了安全起见, 没有回到孤岛继续挑战, 剩下的十几天就靠阿娜自己了, 每天都需要收集材料和水源, 现在继续找到点食物恢复体力, 只能冒险到潜水区寻找, 水里有一些小鲨鱼, 要是能抓到一条就能再熬多一天, 虽然鱼叉触碰到了, 但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戳穿, 实在太累了, 食物就在眼前也没能抓到, 阿娜只能回到营地保留体力, 夜晚少了个抱着取暖, 感觉又冷又饿, 突然传来什么声响, 在营地旁边到处乱窜, 这可把她吓坏了, 什么都没见到, 但是肯定是什么动物刚路过, 整晚都不敢入睡, 天一亮就到草丛里查看, 原来是一只土拨鼠, 它也没体力弄陷阱抓来吃了, 这几天也就吃了点剩下的香蕉, 勉强支撑一下, 海滩便只能知道丁点大的螃蟹吃, 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能结束这次挑战了, 阿娜尽可能躺在窗上, 减少体力的消耗, 与其说是野外求生, 还不如说是在野外挨饿, 挑战者一个比一个能饿肚子, 阿娜感觉现在的虫子比什么都要美类, 这里距离撤离点还在相当远的一段距离, 现在它要穿越海蛇出没的水域, 进入茂密的丛里, 到岛的东次等待直升机过来, 这一路到处都是石头, 可谓是相当折磨, 她更担心会碰到海蛇, 好不容易才看到新的地形, 远方那地方就是撤离地点, 伤伤的路并不好走, 她的脚都被石棍弄疼, 周围都是草非常锋利, 阿娜只能慢慢前行, 避免割伤, 费了不少力气终于来到撤离点, 现在只需要等到直升机过来, 就能完成挑战了, 很快直升机从远方过来,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搭档退赛后, 独自一员完成挑战, 阿娜的评分上升了非常多, 证明了自己, 而即使因为中途退出, 评分低落了非常多, 庆幸她的身体没有事, 看来想挑战成功, 挨恶技能的点满才行, 这对陌生男女来到孤岛上, 挑战裸体生存21天, 他们不仅有充足的水源, 还吃上了海鲜大餐, 当然, 吃得最开心的还是那道烤蛇肉, 恨不得顿顿都能吃得到,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动蜜月的, 他们是怎么样做到的, 还得从几天前讲起, 这里就是西印度群岛中的某个孤岛, 不仅是四摇和鲨鱼繁殖的地方, 岛上还有野猪到处乱窜, 一般人可不敢来这岛游玩, 春花宝儿姐至今还是单身, 想通过这次挑战认识了帅哥, 本身就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可不是过来当花瓶, 他觉得自己的表现不会比男的弱, 可惜男嘉宾大壮早就已经结婚了, 他是一名消防员, 身体素质非常好, 平时还喜欢到森林里面打猎, 锻炼求生技能, 对于这次挑战, 他只希望别饿着肚子就行, 两人的评分相差不大, 不过双方观念有所冲突,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爆发什么矛盾了, 很快两人就脱光衣服, 来到丛林里面见面, 宝儿姐看到大壮的肌肉非常高兴, 这次来挑战值得了, 简单交流后, 比此间都举得对方不错, 现在他们得离开松树岭, 前往蓝洞搭建住所待21天, 毕竟全身光着, 想穿过尖锐的十个严实, 还是有点困难的, 大壮实在受不了, 没走一步感觉就跟小刀哥一样, 他们花了不少时间, 才看到这里蓝洞, 里面就像是迷宫一样, 有各种通道, 有着各种各样的一栖息在这里, 这里的岩石变得更加锋利, 宝儿姐的脚丫都被割伤, 为了安全起见, 他们还是决定先停下来弄双凉鞋, 收起藤板稍微编制一下, 很快他们就穿上凉鞋, 临时做出的鞋子能减轻一些痛苦,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, 两人齐心齐力很快就把住所搭建好, 信号带了打火器, 一下子就将火给弄好了, 蓝洞里的水来自于大海, 但是最上层确实于水, 他们并没有容器装水, 理论上这样的水喝下去, 不会有问题, 搭状是在渴的不行, 直接顿顿顿喝起来, 他感觉就像是在喝养鱼水一样, 可这总好过缺水导致脱水好, 现在他们不仅补充到水分, 还搭建好庇护所, 有火取暖, 可惜就是没有食物能吃, 不然就是相当好的开局了, 双方都觉得这次挑战没有什么难度, 不过还是低估了治理人虫, 整晚都被折磨得不行, 附近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乱窜, 他们立刻冲了出去查看, 赶紧呼叫宝儿姐, 吓得他们整晚都不敢熟睡, 天一亮, 大壮就到附近查看了一番, 运气好的话, 今天早三就能吃顿好的了, 他沿着痕迹摸索过去, 有只佩奇正在那里进食, 大壮虽然有抓佩奇的经验, 但是现在仅凭着凉血, 很难再严实去追赶到他, 只能暂时放弃吃烤猪疤了, 当搭档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是什么体验, 在岛上栖息着很多陆地蟹, 能补充不少能量, 宝儿姐邀请大壮一起在这里找点螃蟹吃, 大壮非常不情愿地在洞里寻找, 他很担心会被螃蟹夹断手指, 而宝儿姐很快就在洞穴里摸到吃螃蟹, 他非常高兴, 这么大一只能吃顿好的了, 但是大壮觉得只是个螃蟹,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 一点不屑, 这让宝儿姐听着很难受, 烤熟的螃蟹, 大壮一点都没有吃, 他觉得男人就应该负责受力到食物, 而女人老老实实地煮饭洗碗就行, 这话听着拳头都感觉硬了, 宝儿姐每天晚上还得忍受蚊虫叮咬, 关键是他还来了立下, 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很难受, 天空还下起了大雨, 幸好他们找到了白蚁巢, 燃烧这个能散发出驱赶蚊子的戏备, 这么大一块足够他们用很长一段时间了, 但是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, 整晚都蚊虫折磨得不行, 宝儿姐身上到处都是被叮咬的痕迹, 最糟糕的是, 他感觉有点过敏反应, 蓝洞父亲虽然资源不错, 但是蚊子实在太烦人了, 大庄不得不考虑是否搬去其他地方, 宝儿姐也觉得在这里实在太难熬了, 他们一致决定赶往海滩那边, 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水源, 目前为止就吃了螃蟹, 他们肚子饿得咕咕叫, 行走速度并不快, 大海就在树的另一边, 只有跨过这片沼泽地, 就能到达海滩了, 费了不少力气, 他们终于来到海滩边, 这里要比蓝洞好太多了, 能够重新利用, 幸好附近有个半淡水的水塘, 大庄利用剪刀的瓶子去装水, 放到火堆附近煮飞就能喝, 喝起来味道还不错, 不过他发现在宝儿姐把打火机弄丢了, 这让大庄非常崩溃, 要是没有火, 他们什么都做不到, 只能不断收集木材扔到火堆里维持燃烧, 大庄觉得很讽刺, 平时去灭火, 现在要维持火不息灭, 在海边也只能找到椰子和海螺吃, 这些并不能满足蛋白质的需求, 大庄和宝儿姐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, 宝儿姐独自一人到海边抓鱼, 而大庄情绪并不高, 还得留住营地照看火堆, 不得不说宝儿姐的运气挺好的, 当出来就抓到了一条鱼, 比起她的高兴, 大庄感觉更加生气了, 这原本应该自己去狩猎, 她留下来照看火堆, 即使宝儿姐抓到鱼, 自己也饿得不行, 但是大庄就是不愿吃女人抓到的鱼, 宝儿姐对这大男人主义者非常讨厌, 不知道你们生活上有没有碰到过呢? 要是碰到蛇, 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? 对于饿了好几天的大状来说, 那就是美味呀, 这条网蛇差不多有1.5米长,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, 狠狠一棍打下去, 紧急地用刀将它解决, 她感觉这才是男人该办的事情, 宝儿姐虽然不喜欢大男人主义, 但是看到这么大一条蛇还是相当开心, 蒋肉放到火上烤, 太久没有闻到肉香了, 一口咬下去, 嘎嘣脆,鸡肉味, 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, 大状现在感觉心情好了不少, 吃完十路后, 两人坐下来好好交流一番, 在大状的思想里, 男人要承担所有, 女人只要洗衣煮饭就行了, 这对于宝儿姐这样的女人来说, 非常难接受, 她觉得困难应该大家一起去解决, 而不是像大状这样太过自以为是, 宝儿姐承认大状有能力去狩猎的, 希望能够认可, 鼓励一下自己, 大状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错的, 但是在这里, 的确应该相互帮助才能熬过21天, 很快两人就商量好轮流照顾火堆, 双方接下来几天都没有爆发过什么矛盾, 这天乌云开始向岛屿靠近, 估计再过一会就要下暴雨了,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火淋湿, 两人顺步不宜持续添加柴火避免熄灭, 幸好这里并没有持续太久, 他们每天只能靠吃椰子和罗洛补充铁力, 这远远不能满足一天的消耗, 尽量躺了休息, 果然到后期还是得看谁更能挨饿, 距离撤离的时间越来越近, 是时候准备木筏离开这里, 幸好每天海上都会飘来不少有用的东西, 他们准备用着木板完善成木筏, 泡沫能提供不少福利, 就是他们坐上去会不会成了, 好不容易终于熬到撤离的时间, 大状和宝儿姐有点担心, 今天出海会碰到鲨鱼, 撤离点还有段距离, 要穿越这里的珊瑚群, 大状刚走没多远, 就踩到海胆弄出了血, 很快就有条鲨鱼冲了出来, 就在他们以为要交代在这里时, 海上飞机出现了, 这下不用担心会被鲨鱼吃了, 经过这次挑战, 两人评分都有所提高, 但是宝儿姐可不想再更打男人主义这组队了, 谁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挑战也拜求生21天, 海岸边有不少螃蟹在岸上溜达, 他已经饿了好几天, 好不容易才看到有枝米露的, 立刻绕到背后, 用手死死按住他头, 轻轻松松就将这螃蟹抓到了, 高端的材料往往只需要简单烹饪, 让他洗个热水澡, 一会的功夫, 终于能吃到久违的蟹肉了, 一, 不是说双人求生吗, 咋就剩他自己一个人了, 这还得从十几天前讲起, 大壮跟宝儿姐接到节目所的邀请, 来到多米尼克岛, 岛上虽然没什么吃的, 但是水场非常丰富, 天天海鲜大餐都没问题, 宝儿姐不仅是营养专家, 还是一名极限运动员, 经常独自一人完成各种挑战, 他就担心会跟搭档不好相处, 而大壮是退役老兵, 身体素质非常好, 掌摸了不少求生技能, 这次接受邀请, 除了听说有美女之外, 主要原因是每天要工作十七小时去处理海贝, 他就想留过来度假, 放松一下, 大壮已经迫不及待脱光衣服去见美女了, 双方很快就在丛林里见面, 简单交流后, 要赶在天飞前到海岸并搭建好住所, 幸好这边道路还不算急需, 他们还有闲情交流感情, 大壮春看到宝儿姐后, 孩子名字都想好了,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大海, 这里有一条小河, 看起来并不怎么干净, 为了安全起见, 大壮在隔壁挖个洞, 让水稍微过滤一下, 渗透过来, 一回的功夫就有一小滩水, 这河起来比能浮山泉还甜, 暂时不用担心水源, 得抓紧时间搭建住所, 但是大壮还在纠结在哪里搭建好, 多多转转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, 把自己累得不行, 距离天黑还有一两个小时, 留给他们搭建住所的时间不多了, 最后还是选择在河流附近的空地上, 信号附近有不少材料, 能够用来搭建住所, 但是靠近海岸不断有强风吹过, 宝儿姐有点担心, 晚上会被海风冷醒, 虽然说这里经常下暴雨, 但是大壮看着阳光觉得不会这么倒霉, 然而到了晚上下起了暴雨, 她这准是开过光的吧, 宝儿姐在里面冷得瑟瑟发抖, 不断有雨水滴进来, 大壮有点后悔了, 还不如回去打工舒服,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亮, 还是冷得不行, 他们重建搭建住所, 确保不会再被雨淋湿, 宝儿姐提出了不少建议, 但是都被大壮给否决了, 这让她非常难受, 两人都想占据主导权, 面对一勾形的大壮, 宝儿姐也没有什么办法, 只能到海里游泳冷静一下, 大壮觉得自己并没有错, 希望她能够理解, 这才第二天, 两人就出现了不少矛盾,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为了生火做起了双人运动, 用竹子不断摩擦产生热量点燃火融, 虽然看到有烟冒出, 但是没有一点火花, 费了不少力气, 还是没能将火弄好, 只可把大壮气坏了, 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, 他们到海岸边冷静一下后, 觉得生火失败肯定是太饿了, 大壮打算想先弄得捕鱼陷阱, 抓点吃的, 正所谓男女搭配, 干活不累, 两人很快就将这陷阱编制完成了, 大壮就是盖鱼业的, 直到哪里放置陷阱最好, 水里到处都是吃的, 这可把他缠枯了, 现在只需要等他们上钩就行, 今晚只能再忍忍了, 希望明天有肉有火, 天一亮, 大壮就到水里查看陷阱, 然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, 这实在太糟糕, 没办法, 只能找好点的木块继续生火, 两人不断尝试磨砂生火, 但是一却没看有火花, 宝儿姐打算尝试用工事钻木取火, 但是编制出来的工权并不好用, 刚看到有烟冒出来, 就绷不住了, 只能用回老办法生火, 大壮之前生火信手拈来, 到了这里却不会生火了, 对自己非常失望, 早知道当初就带个打火器过来, 大家费了不少力气, 依旧没有将火生起来, 宝儿姐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差, 她感觉这里一切都在跟他们开玩笑, 很想现在就回到家里的大床躺着, 看到大壮一直努力地生火, 也没有成功就更加伤心了, 这跟她电视看到的也来求生完全不一样, 没有火, 没有食物, 这让宝儿姐对大壮非常失望, 原本因为她是王者, 没想到是青铜, 现在宝儿姐完全没有心情去干活, 就在待在这里发呆, 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, 接下来几天, 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活, 耗费了不少力气, 已经没能生火成功, 靠椰子和海胆让肚子稍微舒服一点, 大壮为了填饱肚子, 到海岸边寻找食物, 这里经常会看到螃蟹伤而溜达, 螃蟹没有看到, 倒是让她找到不得了的东西, 绳子, 用这个生火能大大提高成功率, 大壮立刻跑回去准备工具生火, 两人再次挑战生火, 但是宝儿姐已经累得握不住, 就让大壮很难顺利地摩擦起来, 他不想干了, 让大壮自己一个人摩擦生火, 这可把大壮记坏了, 两人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举烈, 要是让你和异性待在孤岛上, 能生存多少天, 反正这个女人是受够了, 大壮希望宝儿姐能够帮忙一起生活, 他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生活, 要是大壮能够自己完成钻步取火, 他们之间关系也不会变得这么差, 现在两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, 虽然大壮想通过交流改变这个局面, 但是宝儿姐完全不想理会他, 独自一个人在默默工作, 像姐的女朋友生气在那耍脾气, 大壮的耐心也消耗殆尽, 现在就他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会, 宝儿姐除了基本的交流之外, 再也没有更多的交流, 夜晚明月冷着也不想跟大壮取暖, 大壮依旧每天努力地生活, 宝儿姐经常躲到角落哭泣,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宝儿姐沟通, 就只能这样相持着, 这天, 大壮醒来并没有发现宝儿姐的身影, 他有点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, 在周围到处寻找, 都没有找到他, 原来宝儿姐去找制作人要离开这里, 制作人再三确认后, 宝儿姐确定放弃, 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壮时,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, 希望大壮能够早日生活成功, 然后坐上节目组的车, 回到自己的家里, 这次孤岛求生可把他折磨得不行, 对于宝儿姐的离开, 大壮非常生气, 无法接受会抛下同伴的人, 挑战人再继续, 就剩他自己一人了, 现在只能耗费更多的力气生活, 幸好这一次非常成功, 终于将火升起来, 所以说不比自己一下, 都不知道自己多优秀, 虽然现在整个人累了不行,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, 大壮是在饿得不行, 海岸上有不少螃蟹出没, 他希望能抓到一两只回去吃, 这里有一只黑螃蟹, 他还没有意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 大壮绕到背后, 趁他不注意, 用手按住他的头, 直接打包打走, 放到锅里煮, 这还是他十几天来, 第一次闻到肉的味道, 扯起来, 嘎崩萃, 恨不得连可都吃下去, 大壮觉得又可惜, 这样的美味不能跟宝儿姐一起分享, 这一个让他恢复了不少体力, 明天就是他要撤离的时间, 到南边的海滩点燃烽火, 才算完成挑战, 大壮觉得这天气很棒, 明天肯定能顺利离开这里, 他这则应该是开过光, 傍晚就吓起了暴力, 差点就要火堆给弄机密了, 整晚都在照顾着火堆, 幸好并没有出现意外, 天一亮就开始准备东西撤离这里, 用竹子合锅装着火种, 双重保险, 对于大壮来说, 宝儿姐不在, 反而要轻松不少, 耗费了不少时间, 终于来到撤离点, 赶紧点燃烽火通知传过来, 远方有一艘过来, 他实在等不及, 用尽所有力气冲到海里游到船那边, 大壮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强大, 上船第一件事就是吃点东西,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去吃大餐了, 谁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挑战野外求生21天, 你们知道这烤的是什么肉吗? 一口咬下去, 嘎崩脆, 鸡肉胃, 他们还弄来了毛蛋煮汤补补身子,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过来度假的, 这里是菲律宾, 马尼拉外海上的某座孤岛, 岛上栖息着各种危险的动物, 一般人可不敢过来, 而大壮是一名包空童, 平时就有空喜欢到野外冒险, 最猛的一次连鳄鱼都抓到, 想过来挑战一下自己, 节目组对他的评分高达7.3分, 证明是一名有实力的选手, 而他的搭档宝儿姐, 同样不是专业的求生专家, 但是非常热衷于户外活动, 这还是他第一次到野外待那么久, 评分仅仅刚过齐哥线, 不知道他们最后表现如何, 大壮和宝儿姐很快就脱光衣服来到岛上会合, 两人第一次坦然相见, 场面有点尴尬, 宝儿姐带了饭盒过来煮饭, 而大壮准备了猎兽绳狩, 他们应该是这么多挑战者中工具最特别的, 根据地图显示, 要穿越岛屿走到最低点, 接近东湾处游水园, 两人一直决定先到附近看看有没有淡水, 宝儿姐对大壮的印象非常好, 不仅性格好还懂得很多求生技能,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档, 不过这里到处都是红椅, 咬得宝儿姐非常难受, 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驱赶门虫, 只能尽量不远离他们, 眼看阳光越来越弱, 他们要抓紧时间到海湾找到淡水, 宝儿姐感觉实在太热了, 有点怀念家里的大空调, 幸好海边就在前方不远处,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, 立刻到水里凉快凉快, 整个人精神都好了不少, 大壮觉得这里不怎么需要搭建住所, 尽管直接躺在这看星星就可以,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水源补充水分, 这边有不少的竹子, 不管用来生火还是装水都不错, 就是砍起来非常累, 费了不少功夫才收集完, 两人商量分头行动, 大壮生火, 宝儿姐去找水, 在比较湿润的地面挖的洞, 希望有水能出来, 大壮曾经睡过用竹子摩擦生火, 在这应该不难, 宝儿姐那边挖洞找水宣告失败, 仅凭她一人很难挖到深处, 还是需要大壮的帮助才能倒地, 大壮费了不少力气, 在第一晚他们就碰到麻烦了, 只能熬到天亮再看看, 大壮已经感觉自己有点脱水的迹象, 今天必须找到水喝, 回到宝儿姐挖洞的地方, 看能否挖身边取到水, 这一挖就是三个小时, 这洞已经能融下大壮, 可还没看到水, 理论上地下水大概在一米把左右处, 两人轮流挖洞, 越往下挖泥土的气味变得越难闻, 网路了大半天, 终于挖出了水, 可这并不能直接饮用, 量实在太少了, 只能等明天看水能否涌上来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男人睡得和投注一样, 而女人就惨了, 被蚊虫到钉咬根本睡不着, 还得防备周围危险的动物袭击, 整晚都睡不好, 天一亮就准备了泥土敷到身上, 希望能阻挡住蚊虫钉咬, 大家觉得这样做有用吗? 大壮觉得还是得弄火堆驱赶蚊虫, 可他尝试了好几次, 每次就差一点点就能将火弄起来, 这让他的情绪非常低落, 没火没水还饿着肚子, 宝儿姐觉得大壮需要坐着让身体缓缓, 等会他到附近看看有没有椰子, 大壮得到了宝儿姐的安慰, 感觉心情好了不少, 趁着这段时间到树荫下好好休息, 不知睡了多久, 宝儿姐抱着椰子回来, 这可把大壮高兴坏了, 用刀将椰子砍开, 果然来到孤岛, 还是得靠椰子才能度过, 宝儿姐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, 去享受大海的拥抱, 不过大壮就有点倒霉了, 喝到了坏的椰子, 这让他有点难受, 看来还是得去看看洞里的水怎么样, 大壮和宝儿姐商量继续挖那的井, 可问题是这活怎么办, 他又尝试了好几次生活, 才看到有点冒出, 轻轻往里面吹气, 费了这么多功夫, 终于有火了, 现在可以到锦那打个水喝, 已经有不少水涌上来, 这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, 主主还是能喝, 有灰有水, 宝儿姐感觉一些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, 这水喝起来比椰子好太多了, 希望今晚可以睡个好觉, 半夜不知道什么声音靠近, 这可把宝儿姐吓坏了, 不确定是什么东西, 大壮那种木棍往前面试探,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辣条, 赶紧让宝儿姐离开这里, 要不是没弄火把, 大壮刚刚挺想冒险抓来尸, 实在太可惜了, 错失了没,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 醒来去打水的时候, 发现有只老鼠在里面游泳, 大壮并不在意, 反正水都是煮沸在喝, 而且老鼠可是天赐的食物, 这次可不想错过, 她吓到坑里轻松将老鼠扔到上面, 宝儿姐上去就是一刀,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肉吃了, 回去将它放到火上烤, 吃起来非常香, 得到蛋白质的补充后, 宝儿姐准备弄个庇护所, 将叶子编制起来当作屏障, 这样又能多熬过几天, 然而在第八天时, 洞里的水下降了很多, 在这样下去, 将会失去最重要的水源, 幸好岛上有几棵香蕉树, 可以砍断树干后挖空树心, 这样也能得到不少地下水, 宝儿姐感觉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, 要往好的地方想, 一会儿的功夫, 他们又能喝到干净的水, 暂时不用担心水源问题, 大壮闲着无聊, 还给宝儿姐打到了椰子户下, 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蚊虫叮咬了,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主要靠椰子填饱肚子, 不过只吃多了对身体病不好, 他们分头行动, 希望能找到点肉食, 这里有不少鸟栖息在地面上, 他们会把蛋埋到土里, 宝儿姐随便走走, 没想到还真碰到鸟蛋, 大壮看到有吃的高兴坏了, 将蛋敲开放到水里煮汤, 没想到这还是一个毛蛋, 看起来非常恶性, 到岛里面时甚至还能看到它在动, 大壮也没有想那么多, 反正煮熟都能吃, 要不是实在太饿了, 宝儿姐肯定是不会吃的, 能吃下点蛋花已经是极限了, 剩下的交给大壮了, 这样一锅毛蛋汤, 你们觉得能当招牌菜吗? 夜里即使有火, 蚊虫已经没有放弃盯咬它们, 整晚都没有睡个好觉, 闲来时才发现火堆熄灭了, 八壮和宝儿姐实在太舒服了, 难怪昨晚被盯得这么散, 一下子又会回到钢来时, 没火就不能煮水喝, 椰子和香蕉树里的水也不多了, 这样下去肯定熬不了几天, 只能不断地尝试摩擦生活, 这一用就是好几小时, 始终都没有看到有火的迹象, 没火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, 就连香蕉树里的水都被虫子霸占, 宝儿姐也不知道自己能熬多久, 只能祈祷大壮能生火成功, 大壮尽量躺着休息恢复点力气,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 要是能下场也就好了, 情绪变得非常低落, 开始不断自言自语, 尽管如此, 最后大壮还是鼓励宝儿姐不要放弃, 他们又重新投入到摩擦生活中, 一直持续到天黑前, 大壮终于又将火给点燃起来, 看到这火, 大壮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, 大壮原本还想到洞里打电水, 但是当他来到时, 已经完全干涸了, 要么进行往下挖, 要么寻找其他水源, 大壮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给宝儿姐听, 他们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, 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, 大壮和宝儿姐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熬不住了, 要是没有水, 很难熬完剩下的日子, 即使如此努力, 到最后还是只能选择放弃, 实在太可惜了, 大家都以为他们能够熬完21天, 最后只能在孤岛上渡过13天, 大壮的猎兽城到最后没能发挥作用, 因为挑战失败两人评分大幅度下降, 不过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, 作为搭档一起过来参加比赛, 也一起放弃比赛, 最重要的是收获了彼此之间的友谊, 希望下次还能够看到他们过来再挑战一次, 不知道还有谁会过来参加野外求生21天了, 谁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挑战野外生存21天, 他们原本只是想到水里放松一下, 没想到隔壁就有条鳄鱼, 可把他们吓坏了, 要是走慢点扎都美, 这里是游家敦半岛海岸, 到处都是崎岖的岩石, 除了炎热的阳光锐利的珊瑚礁, 还得小心被蜡条偷袭, 最糟糕的是丛林里栖息的鳄鱼群, 尽管如此,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挑战, 小帅是一名人身手, 平时就喜欢到野外冒险, 自学了很多求生技能, 这次过来就是证明自己除了帅, 还很强大, 而他的搭档宝儿姐, 是专业的求生专家, 指导过很多人到各地冒险, 不过这还是第一次脱光衣服去求生, 希望到时见面不会觉得尴尬, 节目组并不怎么看好他们, 分数比较低, 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打脸了, 两人很快就在海岸边会面, 双方还是很满意的, 也不知道带来的斧头和工, 效果如何, 他们要沿着海滩寻找合适的地方搭建住所, 最好能找到肾学补充水分, 宝儿姐很好奇小帅都会些什么, 小帅平时就喜欢看德约和贝爷的视频, 他从那学到不少求生技能, 宝儿姐还是有点担心的, 要能学一只用就好, 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, 状态相当不错, 附近的岩石非常适合搭建住所, 只要收拾一下, 就能变得非常舒服, 宝儿姐看看有什么能用的, 要是时间容许, 大家们要抓到水源补充水分, 小帅扛着木材回来, 这足够他们用的了, 两人一直忙着搭建住所, 直到天徽才将其弄好, 勒得他们只想躺下来休息,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, 就是这蚂蚁有点烦人, 在身上到处乱窜, 昨外睡得并不算太好, 现在非常炎热, 宝儿姐一心只想早点找到水喝, 待在住所里热的不行, 赶紧前往丛林里看看, 里面虽然稍微凉快点, 但是底下到处都是瓷, 这可把小帅腾的哇哇叫,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 终于看到有水, 由石灰岩岩床塌陷而成, 里面硫酸含量很高, 看起来非常恶心, 不过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, 只能带回去煮飞喝, 大家觉得这喝下去会怎么样呢, 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去生活, 他们弄了一个生活工具尝试, 小帅不仅要忍受双手疼痛, 还得被蚊虫叮咬, 别提有多难受了, 虽然能闻到胶味, 但是并没有弄出灰气, 要是没有活煮飞, 他们可不能熬晚21天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已经两天没有喝到水, 他们尝试了很多次攻断摩擦生活, 但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, 最终连工钱都弄断了, 这可把小帅气坏了, 他们不得不改变思路获得水源, 例如弄一个绿水的东西, 让自己先喝点水缓缓, 小帅到附近看看有什么能用的, 在海岸边找到竹子, 可以试着用沙子和石头塞进去, 还捡到了木炭, 估计来自烧焦的漂浮木, 呀最后用来绿水效果会更好, 宝儿解决的这样所有看头, 把材料再次加工一下, 现在可以看看过滤的效果如何, 看起来治水已经干净了不少, 两人实在渴得不行, 也管不了这么多, 直接喝了起来, 效果比想象中还要好, 这绿水装置甚至能用到挑战结束, 得到水分补充后, 小帅和宝儿解到海岸边寻找食物, 这里有很多海螺, 而且还可以生吃, 一天至少要吃掉60多个海螺才能满足, 看起来虽然恶心, 但是吃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, 已经在孤岛上待了6天, 为了找到更多食物进入到森林里面, 他们发现这里有个小水池, 看起来非常适合犹豫, 小帅迫不及待进入到水里, 水超冰的, 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, 就在他们想畅游时, 宝儿解发现那边有条鳄鱼, 这可把他们吓坏了, 立刻跑回岸上, 幸好他们跑得快, 不然乐意去把宝采一顿了, 这几天一直靠海螺补充能量, 小帅已经吃腻, 他打算尝试新的生活方式, 这种全新的生活工具比用手好很多, 趁现在有体力, 赶紧试试效果如何, 然而这木棍并不合适, 再用几次肯定会折断, 很可惜小帅再次生火失败, 晚上还得忍受蚊虫叮咬, 宝儿解真希望有团火区赶走他们, 幸好事情有了转机, 小帅在海边逃到宝贝, 平底可以当放大镜使用, 这次利用太阳聚焦生火, 宝儿解并不怎么看好他, 还不如边绳所拥来做宫石钻木, 小帅忙碌了半天都没有看到效果, 手在上面还是凉凉的, 看来换上宝儿解心变的绳索再尝试一下, 然而依旧没能生火成功, 这可把小帅气炸了, 他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生火, 加上一直被蚊虫叮咬变得更加暴躁, 最糟糕的是天空看起来想要下暴雨, 也不知道庇护所能否支撑得住, 倒是能放点竹子接水, 即使是下雨, 小帅依旧想尝试生火, 再次拿起钻工, 两人一起合作摩擦生火, 这一次冒出白银看起来有戏, 小帅加快摩擦的速度, 尝试了那么多次, 终于看到没看, 赶紧放到火笼里面轻轻吹动, 难道下雨天和生火更配吗? 这下终于不用担心会被蚊虫叮咬, 还能去受力点吃的回来烤, 小帅整个人轻松了不少, 等雨停后他就到森林里打猎, 也不知道能吃到什么东西了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饿了好几天, 为了抓到巨蜥, 他们布置了很多陷阱, 只有想吃这些肉, 绳索就会套住他的脖子, 宝儿姐也在制造捕鱼蓝, 希望能弄到鱼盒旁系, 费了不少功夫才完成, 将蛮子放下去就不用理了, 现在可以回去躺着等好消息, 小帅闲着没事都会盯着陷阱看, 有只巨蜥停留在附近, 也不知道他现在肚子饿不饿, 看着他一步步靠近, 小帅非常紧张, 他的头都已经在圈套那里, 就是不再往前走一步, 小帅都想冲过把头塞进了, 最后巨蜥还是绕了过去, 成功避开了陷阱, 这一波斗智斗勇士巨蜥完胜, 看来这陷阱还得进一步完善, 才能抓到巨蜥, 接下来的几天, 小帅和宝儿姐不断检查陷阱, 同时还是设下新的陷阱, 不得不说, 小帅还真的从得严和贝也视频中学到几招, 就是运气差了点, 还看到附近有动物的痕迹, 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肉香了, 也不知道这些陷阱能抓到什么, 小帅和宝儿姐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, 陷阱已经没有抓到任何吃的, 想靠海螺凹到结束, 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的, 只能尽量躺在地上节省体力, 没想到夜间动物路过破坏陷阱, 有谁知道这叫什么吗, 还有四天就能完成挑战, 可他们的体力已经透支, 就远捕鱼蓝的绳子都快要断了, 也没弄到点吃的, 小帅感觉现在身心疲惫, 难怪这叫荒野减肥营, 他感觉再这样下去, 肯定会疯的, 宝儿姐让他赶紧回到营地休息, 也不知道撤离时他们还剩多少体力能用, 宝儿姐知道有个方法能大量补充蛋白质, 编织终于枯叶做活把, 打算夜里去补螃蟹, 海岸边有很多锋利的岩石, 即使有活把也很难探亲附近地形, 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食物, 他们也不想夜里冒险, 拿着活把到处寻找螃蟹, 兜兜转转, 终于找到了, 然而一不注意就被他溜走, 活把也快要烧美, 突然一个海浪冲过来, 活把全部吸灭, 这颗把小帅气坏了, 只能靠摄影机那点灯探路, 虽然看到螃蟹, 但是好几次都被逃跑了, 费了不少功夫, 终于抓到一只螃蟹, 为了抓到螃蟹, 脚都被岩石割上, 回去后立刻烹饪起螃蟹汤, 他们已经太久没闷到肉香了, 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, 估计能够熬到撤离, 不知不觉终于到了撤离的时间, 他们在岛上主要靠着海螺填饱肚子,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, 见到海螺都要掉头走, 简单收拾过后, 立刻赶往撤离点, 花了不少时间穿越丛林, 来到另外一边海滩, 但是这并不是撤离点, 还得沿着海滩继续赶路, 突然听到有发动机的声音, 立刻冲了过去, 终于看到了NPC之夜, 意味着他们完成挑战, 不得不说, 他们比怼还能挨饿, 一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挑战野外求生十四天, 老黑早就饿得不行, 到丛林里寻找食物, 才看到螃蟹, 想都没想冲了上去, 可能是太激动了, 一不小心被树枝打到, 现在真的是急慌了眼, 大家觉得他能否完成挑战呢? 这里是巴哈马群岛, 茂密的松树林隐藏致石灰眼, 凤蟹里唧唧的不少螃蟹, 运气好的话, 天天吃螃蟹不是梦, 这不就吸引到两个幸运过来体验一番, 这个男人叫老黑, 是一名退老兵, 每天闲着没事就喜欢看别人如何在野外求生, 本身就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希望通过这次挑战证明自己, 而他的搭档宝儿姐, 同样也是野外求生爱好者, 去过不少的地方冒险, 唯一的问题就是, 他害怕到有余的地方游泳, 这可能是个大问题, 前往挑战前, 老黑和宝儿姐还参加了培训, 不知道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了, 虽然第一次坦然相见, 有点尴尬, 但是他们觉得并不是什么问题, 老黑建议拿上装备, 前往湖泊附近搭建营地, 光着脚走在岩石上非常难受, 随时都有可能会划伤, 宝儿姐在路上收集了一些植被, 之前就有人用着弄成鞋子, 现在他们模仿弄成鞋子保护双脚, 行走起来要舒服很多, 费了不少时间终于来到目的地, 水里有不少余溜达, 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淡水, 宝儿姐舔了舔手中的水, 实在太险了, 他们还得想办法找到淡水, 附近的坑里存储着不少水, 老黑长了长, 有一点闲, 应该问题不大, 可以在不远处搭建住所, 刚好有个合适的地方, 就是不知道这里的蚊子多不多, 两人商量在这棵树的裂缝里放圆木搭建, 熟干就干, 立刻到附近收集材料, 男女搭配, 干活不累, 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壁户所弄好, 眼看天就快要黑了, 现在最重要的是生活, 老黑已经感受到这里蚊子的热情, 他可不想夜里还跟蚊子纠缠, 信号带了打火器, 一下子就点燃起来, 有火就能将蚊子驱赶离开, 还能将水煮沸补充, 但是喝了口, 闲得过分, 立刻吐了出来, 这水越喝越渴,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找到淡水, 不过老黑实在渴得不行, 宝儿姐可不敢冒险, 希望这水不会造成什么问题, 到了晚上, 火焰地没有想象中那么好, 蚊子一直围绕着他们叮咬, 根本没法入睡, 也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, 这应该我见过最凶可的蚊子, 仅一晚的时间, 就把人全身叮咬了一遍, 尤其是宝儿姐的腿, 已经变成了重灾区, 也不知道会不会感染到什么瘧疾了, 除了要找到淡水, 还得想办法将蚊子驱赶走, 老黑觉得是木材的问题, 不能持续生烟驱赶蚊虫, 这个长得像菠萝的东西, 就是他们需要的, 有人会用烧掉椰子和驱蚊, 但是附近没有看到椰子树, 宝儿姐只能希望这东西有用了, 这放到一处燃烧, 取得还不够安全, 打算用棕榈树根再弄三个火堆将自己围住, 感觉蚊子已经开始远离他们, 要是昨晚有这个, 也不至于会被叮咬的这么散, 他们还是得需要干净的淡水才行, 两人在附近找到不少有水的地方, 但是没有一处是淡水, 宝儿姐很担心会脱水晕倒, 在丛围里兜兜转转了好几个小时, 终于看到不一样的水源, 尝过之后非常确定, 这就是他们需要的淡水, 老黑将水煮沸后, 立刻炖炖炖喝起来, 这可比农夫山泉好喝多了, 到了夜晚也没有蚊子过来, 就是炖炎有点腔, 现在有火, 有水, 明天可以去找找食物吃呢, 然而事情并没想象中那么顺利, 一觉醒来发现他火气不见了, 两人瞬间紧张了起来, 在营地到处翻炒, 要是没有火, 他们肯定又要被蚊子烦, 老黑虽然很着急, 但是该休息还是得休息的, 一会再捡些木柴, 让火维持燃烧就行, 宝儿姐就焦烈很多, 就怕来一场雨怕这里都毁了, 刚走没多远, 停空就下起了雨, 老黑想尽办法让火继续燃烧, 雨是逐渐减弱, 宝儿姐赶紧回到营地, 看看火是如何, 幸好这会继续燃烧, 可把他激动坏了, 是时候考虑怎么到水里受理食物, 老黑砍下树枝制造成一把鱼叉, 他看别人抓鱼挺轻松的, 自己应该没啥问题, 宝儿姐不敢到水里, 只能在岸上指挥, 老黑在水中仔细寻找大家伙, 看准时机上去就是一枪, 然而拼了很多, 这和想象中的不一样, 这几天硬是一条鱼都没有抓到, 只能回到丛林看看有什么吃的, 宝儿姐发现岩石上有不少螃蟹, 可他并没有抓过, 很担心手指会弄伤, 老黑用木棍往风险里寻找, 费了不少力气都没弄出来, 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吃上螃蟹了,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, 附近是螃蟹栖息的地方, 老黑想尽办法都没弄到, 甚至连手都被掐伤, 两人躺着淫地恶的怀疑人生, 突然有什么东西一动, 没想到错进一开有螃蟹送上门, 这可把不能放过, 上去将它压制住, 这么大一只螃蟹, 足够他们解解馋, 放到嘴里品尝, 能吃到肉实在太棒了, 连时代还有不少螃蟹, 明天城市抓多几只, 天一亮, 两人就分头行动寻找食物, 老黑刚进入丛林就碰见螃蟹, 轻轻松松就收获到一只, 看来今天不用饿肚子了, 离起老黑, 宝儿姐就不怎么幸运了, 嘟嘟转转都没发现螃蟹的踪迹, 反而迷失方向来到对岸水坑, 这可把他弄稳了, 赶紧呼喊了起来, 还好老黑在营地回应, 不然今晚都有可能回不去, 从临如此茂密, 老黑觉得会迷路很正常, 看来下次还得靠自己带路才行, 宝儿姐有点担心海里的鲨鱼, 老黑建议趁着没啥事可以到水里练习, 他以前还当过救生员, 保证让宝儿姐克服恐惧, 自己倒是游得很快的, 突然有调译出来, 这可把宝儿姐吓坏了, 无论老黑如何鼓励, 宝儿姐还是选择放弃离开, 不知道到时撤离时能否顺利呢, 老黑只能寻找点食物回复点体力, 不远处就有一只螃蟹, 拿起回去慢慢靠近, 以往都很轻松, 这次却发生了意外, 数值打到老黑的眼睛, 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, 眼睛已经发红, 为了安全起见, 赶紧让医生过来瞧瞧, 情况并不乐观, 黑有可能会眼部感染, 老黑现在睁开眼都觉得困难, 医生只能上点药, 接下来的避免太阳进入到眼中, 并不会影响继续挑战, 老黑没想到抓个螃蟹差点把自己的眼搭上, 宝儿姐给他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眼罩保护, 虽然看起来有点滑稽, 不过效果还是有的,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他们撤离的时间, 距离海边还有段距离, 那边有不少危险的生物, 不知道宝儿姐能否顺利游泳离开, 老黑也很紧张, 只能让宝儿姐带路, 路上还有不少蜘蛛网, 猪木头, 随时都有可能会触碰到, 花了不少时间, 两人终于来到了海滩, 距离完成挑战, 就剩下最后这片海了, 一想到水里有鲨鱼, 宝儿姐整个人慌得不行, 现在只能硬着头皮游过去, 海狼比想象中还要大, 不都往他们脸上招呼, 就在他们觉得不可能完成挑战时, 两人瞬间充满力量游了过去, 老黑和宝儿姐总算体会到野败求生的艰难, 要是还能过来挑战, 相信他们能做得更好, 就是不知道下一次还有谁会过来挑战呢, 谁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挑战野败求生21天, 谁能想到他们会吃得比贝也还好, 这么大的螃蟹见过没, 煮出后实在太美味了, 在附近找到海蟑螂, 里面都是肉一口咬下去, 鸡肉味, 他们还吃到了新鲜的毛蛋,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过来度假的, 这里是百慕大三角株的某个孤岛, 不仅被今日的石灰岩所覆盖, 淡水并不充足, 最糟糕的是有鲨鱼群出没, 这个女人叫宝儿姐, 是一名护士, 懂得不少急救技能, 平时就喜欢到野外冒险, 曾经因为患病躺在病床上, 现在过来就是证明自己不仅能战胜病魔, 还能征服孤岛, 而她的搭档, 退以老兵铁柱, 在部队时就学会了不少技能, 曾经在荒野独自待了18天, 对于这次挑战可闻是相当自信, 两人来到孤岛上坦然相见, 简单交流后才知道淡水滋云在其他岛屿, 撤离点更是距离这里相当远, 必须制造木筏过去, 岸边有不少垃圾能够废物利用, 将得到的材料组合起来, 需要的材料收集的差不多, 但是天色不早, 今天肯定是走不了, 得在这里搭进住所过夜, 宝儿姐宁愿被烟枪, 也不想文虫靠近, 两人已经出现脱水灯撞, 明天的离开这里找到淡水, 天一亮两人就继续将木筏完善, 费了不少功夫才搞定, 就不知道能否顺利达到下一个岛屿了, 他们最担心的还是怕碰到鲨鱼群, 不过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也有危险, 宝儿姐感觉冷了不行到船上缓缓, 距离岛屿还有一段距离, 现在全靠铁柱一个人推着木筏过去, 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, 只能被迫到小岛过夜, 铁柱累的不行, 这次挑战比想象中还难, 两人只能抱在一起, 让身体快点暖和起来, 昨晚睡得并不舒服, 还得继续干往下一个岛屿, 铁柱累的不行, 只能靠宝儿姐拉动木筏过去, 花了不少时间, 两人到了第三个岛屿, 这里并不大, 刚进来就被了警告, 要不是太累了, 真想抓下来靠, 隔壁有水坑, 看起来并不新鲜, 尝起来是咸的, 铁柱现在又累又饿, 要是没有水, 他们肯定要晚, 宝儿姐在岛上找了不少地方, 终于发现了淡水, 为了安全起见的主妃再喝, 铁柱早就渴了不行, 因为烫到也要赶紧喝下去, 得到水分的补充, 两人感觉现在身体好多了, 他们打算在这里多待几天, 让身体缓缓, 宝儿姐的头发刚好能当绳子, 用来做成粮, 并用木筏上的材料搭建一个庇护所, 天空传来了雷声, 再过不久就要下几暴雨, 庇护所还没有搭建好, 铁柱和宝儿姐加快速度, 最终成品如下, 两人能够躺在下面休息, 不用担心会被雨水淋湿,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食物吃了,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, 岛上栖息着不少螃蟹, 他们得想办法逮捕, 铁柱常是用棍子弄出来, 但是效果并不好, 却发现隔壁有鸟蛋, 拿去煮熟能稍微补充一下能量, 然而这是毛蛋, 能够清晰看到里面的雏鸟,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, 比想象中要好吃, 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, 铁柱到附近寻找, 虽然找到不少吃的, 但是回来的时候伤到了脚, 宝儿姐赶紧过来处理, 最担心这伤口感染, 铁柱很无奈, 不过找到食物, 这一些都是值得的, 根据地图显示, 差不多有20公里才到撤离点, 是时候准备重新安装好木筏到下一个岛屿, 然而晚上下起来暴雨, 岂微下降了很多, 抱在一起都觉得呢, 好不容易才等到天亮雨停, 铁柱和宝儿姐身体虚弱了很多, 最糟糕的是木筏瞟到那边, 这必须得拿回来, 信号发现了及时, 成功抓住木筏拖回岸上, 只可把他们累得不行,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, 明天等潮水来了, 就可以离开这里, 铁柱比想象中还要糟糕, 曾经有甚至是没想到复发了, 疼得他睡不着, 宝儿姐很担心, 一直到天亮都没好转, 除了让铁柱多喝热水外,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, 尽管如此铁柱还是忍得不是出海, 他很想完成挑战, 木筏要比之前更好, 不过想在洋流中顺利航行要费不少利息, 在海上航行了一段时间, 铁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, 距离岛屿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, 铁柱疼得受不了, 洋流却在这时变得湍积起来, 将木筏往其他地方推, 只用力维持住木筏前行, 他们已经为了怀疑人生, 鲨鱼就在周围, 希望能够随波助疗带他们到岛屿那边, 铁柱的状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, 虽然她很想完成挑战, 但是身体不容许, 只能对宝儿姐说声抱歉了, 剩下的旅程只靠她自己了, 宝儿姐非常理解, 希望她的身体能快点好起来, 铁柱呼叫节目组过来带她回去治疗, 很快节目组就派人过来接铁柱离开这里, 也不知道宝儿姐能否独自一人完成挑战了, 宝儿姐知道铁柱已经坚持了很久, 现在她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, 眼看天色险暗, 还有几公里才能到岛上, 宝儿姐抓紧时间赶往那里, 幸好杨柳飘向那边, 在黑夜里安全到达岸边, 简单收拾过后, 躺在木筏上休息, 铁柱离开后, 现在宝儿姐只有蚊虫的陪伴了, 今晚注定睡不着了, 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碰到什么, 这个女人被困在孤岛上, 她现在最需要的是找到淡水, 附近有不少水坑, 看起来比较新兴, 暂时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, 宝儿姐准备在这里待三天, 补充物资顺便加固木筏, 到附近砍伐到不少木材, 只要消耗大量的体力, 水中有不少的螃蟹, 但是对于她来说实在太难了, 宝儿姐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食物, 整个人虚弱的不行, 这样下去肯定到达不了彻底点, 需要寻找到一些容易获取的食物, 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, 就在宝儿姐想要放弃时, 发现岩石那有不一样的东西, 这是海蟑螂内部有不少的肉, 附近一片有非常多, 而且很容易获取, 这才是宝儿姐想要的食物, 当到水里煮熟后, 就能够慢慢品尝一番, 实在太久没有吃到肉了, 她感觉就像吃虾一样, 今天能吃到食物, 宝儿姐已经非常满足了, 经过一晚的休息, 现在感觉好多, 一大早就把木筏完善, 是时候到下一个岛屿了, 尽量待在阴凉处休息, 让海风带着她前行, 宝儿姐甚至还在木筏上睡着了, 并不知道附近有鲨鱼靠近, 当她醒来时已经被鲨鱼包围, 赶紧用木棍固定住木筏, 她以为要完了的时候, 宝儿姐发现那边有海豚, 他们用鼻子撞击驱赶鲨鱼, 保护自家的幼崽, 而且不会主动攻击人类, 这也意味着宝儿姐现在安全了, 能够下水将木筏拖到岸上, 岛上有淡水, 稍微补充一下, 就躺着地上休息, 距离撤离点还有15公里, 宝儿姐还有4天的时间, 人途会经过三个岛屿能补充资源, 这几天可谓是相当折磨, 白天在海上航行, 夜里到新的岛屿休息, 距离下降得很快加上太阳暴晒, 宝儿姐全凭意志力前行, 她非常需要食物的补充, 瓶子里的水也不多了, 可岛上的水坑都已经干涸, 随时都可能会脱水晕倒, 就在她以为要完了时, 天空下起了雨, 收集到了满满一大锅雨水,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, 满满一大瓶水足够她走完上下的路程, 到附近寻找食物补充能量, 在岩缝里看到酒螃蟹, 宝儿姐不断敲开, 尝试将螃蟹弄出来, 这么大一只螃蟹, 足够她填饱肚子了, 吃饱喝醋后继续赶楼离开这里, 距离下一个小岛还有一段距离, 没想到刮起了风, 看起来要下一场暴风雨, 赶紧到附近小岛上避难, 现在只能躲到树下等雨停, 现在气温下降了很多, 宝儿姐冷了瑟瑟发抖, 这场暴雨一直持续到天黑都没有结束, 幸好宝儿姐还是扛住了, 整个人憔悴了不少, 木发也有不同程度的受损, 今天已经是彻离的日子, 简单修复后, 要赶往七公里外的彻离点, 暴风雨虽然把她折磨得不行, 但是现在起风了, 加上杨柳的带动, 这一路非常顺利, 距离彻离离点还有两公里是风停了, 宝儿姐只能咬紧牙关划船过去, 眼看天色渐暗, 宝儿姐也不知道到哪, 她以为要挑战失败时, 节目组的船过来了, 实在太不容易, 独自一人在海上漂流这么久, 换作是你, 能在海上待多少天呢? 陌生男女来到荒岛, 挑战也在求生21天, 菜单非常丰富, 不仅有一锅螃蟹, 还有蚯蚓大的辣条能吃, 吃你的, 海边还有不少海胆能换着吃, 运气好的话, 连张玉都能抓回去出来吃, 这里就是厄瓜多尔的某个孤岛, 表面看起来非常适合度假, 但是附近是鲨鱼的地盘, 海岸边经常受到潮水的袭击, 没什么人会来游玩, 也就铁柱和宝儿姐, 被忽悠来到这里, 宝儿姐是一名叫人骑马的教练, 非常擅长狩猎和生活, 过来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比男人弱, 而她的搭档铁柱喜欢吃脚旅行, 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 她还是第一次光着身子到野外求生, 想想都觉得刺激, 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来到目的地会面, 他们简单的交流过来, 刚准备离开时, 没想到冒出个撞山的, 这个男人叫小帅, 由于节目组经费有限, 所以直接安排三人挑战, 他本身就喜欢极限挑战, 希望这次能够顺利完成挑战, 铁柱和宝儿姐没有想到节目组这么高, 在野外多一个人, 生存难度就越高, 现在只能抓紧时间穿越丛林到海岸那边看看, 丛林里到处是蚊子和蚂蚁, 加上荆棘, 可把他们烦得不行, 一边行走一边收集有用的材料, 他们还发现了水源, 现在只需要找到地方搭建住所休息, 眼看天色不早, 这里刚好不错, 简单商业后, 大家分头行动收集材料搭建住所, 毕竟有两个猛男, 很快就将住所完成得差不多, 这里比想象中要潮湿, 铁柱湿了好几次都没能僵火点燃, 宝儿姐突然想到有个绳子, 拨开后更容易点燃, 果然一下子就燃烧起来, 他们终于可以将水煮沸喝, 第一碗感觉还不错, 大家有说有笑的在那躺着聊天, 宝儿到了半夜下起了大雨, 赶紧起身保护火堆, 他们睡意全无, 轮流维持火堆燃烧, 今天要将住所完善, 确保不会被雨水淋湿, 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, 感觉完成挑战没什么问题, 然而小帅砍伐竹子时弄伤了手, 立刻呼叫医生过来, 伤口比想象中要深, 在这里非常容易伤口感染, 医生只能将伤口缝不起来, 这手不能触碰到海水, 没想到, 才第二天就失去了一个劳动力, 夜晚又下起了雨, 早上醒来还能喝一杯茶, 如果小帅没受伤, 这馆还不错, 是时候看看海岸边有什么能抓来吃的, 下去的路并不容易, 石头有些滑, 只能慢慢爬下去, 刚下来就发现有海鲜能吃, 岩壁上还有不少螃蟹能吃, 这里实在太棒了, 到处都是食物, 趁潮水还没来, 赶紧带上食物回到营地, 将螃蟹放到锅中煮熟, 若是少了点, 不过味道还不错, 也不知道是不是螃蟹的问题, 宝儿姐到了晚上非常不舒服, 整晚上吐下剑被折磨的不行, 好家伙, 这才几天小帅和宝儿姐都出现了问题, 现在只有铁柱感觉还不错, 也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了, 谁能想到岩壁上这么多螃蟹, 这两个男人硬是一只都没有抓到, 不得不返回营地重新商量怎么狩猎, 就在他们探讨时, 突然有条蛇出现,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, 凑近一看, 原来是条小蛇,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蚯蚓, 实在太小了, 赛牙缝都不够, 考树后也就只能每人尝一口解解馋了, 宝儿姐感觉身体好了点, 打算独醉一人到海岸边找到吃的, 水里有不少鱼, 但是没有办法抓到, 这一趟下来吃的没有找到, 反而把自己脚弄伤, 他排队想办法回到营地, 每走一步都非常疼, 为了不少功夫才上去, 身体变得更加糟糕, 早知道还不如待在营地休息, 铁柱和小帅没想到宝儿姐脚受伤了, 赶紧让医生过来看看, 经过检查后, 这脚只是扭伤, 休息一下就好, 但是脱水的情况很严重, 就连河水都变得非常困难, 现在情况实在太糟糕了, 铁柱和小帅尽可能收集新鲜的水, 让宝儿姐身体好受一点, 下一天只能待在营地里休息, 没有机会找吃的, 肚子饿得不行, 好不容易才等到雨停, 小帅立刻去收集木柴, 让身体冻起来, 然而手的情况并没有好转, 在第九天, 小帅实在受不了, 一天到晚都在下雨, 整个人憔悴了不少, 他现在只想回家好好休息, 虽然铁柱和宝儿姐不断鼓励着小帅, 但是小帅还是想离开这里, 临走之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 帮忙编织鱼篮子, 现在是时候呼叫节目组过来了, 小帅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挑战完成, 告别完小帅, 铁柱还得继续收集木材, 宝儿姐有点怀念第一天晚上有说有笑的场景, 铁柱和宝儿姐拿着鱼篮子到海边看能否抓点鱼, 刚好是退潮的时候, 运气好的话能捡到不少食物, 宝儿姐用于线钓鱼, 铁柱用于篮子捞鱼, 两人效果都不是很好, 只能找些容易获取的食物, 铁柱发现这里有不少海胆, 虽然没什么肉, 但是能恢复不少营养, 宝儿姐的身体病不好, 只能坐在一边看着, 折子收获到一锅海胆已经相当不错了, 两人赶紧回去营地好好品尝,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, 先让医生过来检查看看, 长时间肌肉导致身体虚弱, 建议吃点东西让身体缓缓, 现在有水有吃的, 铁柱感觉生活过得还不错, 要是宝儿姐身体能好起来就更好了, 她只能勉强将食物咽下去, 反正铁柱吃得很欢, 到了晚上, 宝儿姐感觉浑身痛得不行, 天一亮, 医生就过来检查, 情况并没想象中糟糕, 医生觉得她还能再坚持坚持, 宝儿姐可不想再这样折磨下去了, 还是决定让节目组带她离开, 现在就剩下铁柱, 也不知道她能否顺利完成挑战了, 这个男人原本还有两个搭档陪伴, 一个开局弄伤了手, 另一个上吐下腺, 而他只是觉得肚子有点饿, 现在就剩下自己, 要打起精神继续挑战, 之前能看到海胆的都看不见了, 只能找来一下罗肉当诱饵, 希望能像鸟一样找到吃的, 王乐的半天一点吃的都没有看到, 没办法还是回去营地好好休息, 基本上隔几天就下场大雨, 庇护所已经有点漏雨, 铁柱收集棕鱼叶一层一层往上面盖住, 还打算用石头建造反射墙, 让自己睡得暖和点, 最重要的还是食物问题, 就在她想着回到海岸找吃时, 有什么东西在眼前路过, 可把她残哭了, 赶紧到附近准备点简单陷阱, 只要踩钟, 她就能饱餐一顿, 想法是挺不错的, 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, 这几天铁柱在海岸没有找到什么吃的, 饿得只能在木头中找点牛肉带回去烤, 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, 但是味道挺不错, 铁柱现在有点想自己的亲朋好友, 回去第一件事肯定是大吃一顿, 距离挑战结束还几天的时间, 折天照就到海岸寻找食物, 发现这里有只大章鱼, 赶紧拿起武器慢慢靠近, 抓住机会狠狠戳过去, 以及就像这家伙制服住了, 这么大一只章鱼, 足够让他矜持到挑战结束, 赶紧将这章鱼处理干净, 除了内脏不能吃, 剩下的肉放到锅里煮熟, 铁柱闻着肉香早就馋得不行, 等了一段时间, 终于可以试试这里的章鱼如何, 铁柱切下章鱼肉, 放到火上烤一烤, 立刻变得更香了, 这是他来了这么多天, 吃得最丰盛的一天, 可惜小帅和宝儿姐都不知身边了, 吃到肉后整体人精神了不少, 就是不知道撤离的时候, 体力能否支撑住了, 最后还得在大浪中游泳, 要消耗大量的体力, 铁柱只能走一步算一不了,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撤离的日子, 根据地图显示, 撤离点距离海滩并不远, 它还要穿越丛林, 看起来地形有些崎岖, 临走之前不忘江湖临灭, 铁柱还真有点不舍这引地, 希望其他人过来能用, 现在刚好处一滴潮汐, 得抓紧时间离开这里, 幸好这一路走过来都没碰到辣条, 很快就看到了海滩, 下去还得费些功夫, 让了贿路成功来到海边, 海浪比想象中要大, 铁柱一边躲开巨浪一边前行, 前行的速度并不快, 一直被网推, 得亏节目组的传来得早, 不然真就要失败了, 现在铁柱只想将告诉告诉小帅和宝儿姐, 自己完成挑战, 然后躺在床上好好睡一下, 也不知道还有谁会过来参加呢, 一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, 挑战野外求生21天, 他们是我见过最倒霉的一组选手, 海滩上一堆螃蟹, 硬是一只都没抓到, 好不容易找到点果实, 全部拿去当诱饵, 然而铁柱根本不上当, 吃完果实就留, 大家觉得他们能挨饿多少天呢, 这次节目将他们放到墨西哥海岸上的某个孤岛, 岛上的资源并不丰富, 还得忍受高温暴晒, 这个女人叫穗花, 曾经当过警察, 因商退休, 想通过这次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, 而她的搭档铁柱, 虽然是一名商人, 但是从小就喜欢户外活动, 对自己身体素质非常自信, 双方简单交流后, 一只决定先到小湖泊那看看, 要是能找到淡水资源, 这次挑战就稳定了, 行走的过程中除了要忍受小藤蔓, 还得小心周围危险生物, 才走了一小段落, 他们已经感受到这里的热情, 翠花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环境, 铁柱有点担心, 时刻关注着她的身体状况, 树上有一个风潮, 生怕被他们盯上, 赶紧加快步伐前行, 这里的湿热让他们非常难受, 如果不能远离太阳补充水分, 很快身体就会过热导致重暈倒, 他们已经爬过了不少山坡, 可这路变得越来越糟糕, 感觉每一步就像针灸一样, 横得不行, 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, 没想到开局就这么累, 眼看天色不早了, 他们可不想夜间赶路, 在附近简单布置了一番, 就当作闭获锁了, 翠花和铁柱精神还不错, 明天应该就能到达湖泊处, 天一亮, 两人就继续赶路, 体内的水分损失了不少, 翠花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力不从心, 随时都有可能会晕倒在地, 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淡水, 可她的脚在抽筋要停下来休息, 眼看海滩就在不远处, 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, 幸运的在石凤那有不少水流出, 这水比想象中还要少, 至少能通过叶子流出来喝, 实在太不容易了, 翠花感觉这水比农夫山泉还甜, 现在可以到海滩附近看看有什么, 铁柱觉得这个地方不错, 稍微搞一下就能变成庇护所, 这里距离海滩不远, 而且不会被太阳暴晒, 翠花对此相当认可, 简单收拾过后就能到地上休息了, 让她没想到的是, 到处都是沙枣和蚂蚁, 被他们烦得根本睡不着, 得想办法生火驱赶, 铁柱拿着打火器尝试了好几次, 依旧没能生火成功, 看来今晚注定是睡不着了, 这个男人看着树上的马蜂窝, 突然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, 她拿起木棍瞄准甩了过去, 可把翠花看猛了, 严重怀疑她脑子有坑, 之所以会去招人马蜂, 主要还是为了拿棕榈液完善住所, 棕榈液可以塞到树枝里, 变成屋顶遮挡阳光, 让他们休息得更加舒服一点, 招人马蜂也是值得的, 压上周围到处都是虫子, 仅一晚的时间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还得想办法生火将他们驱赶走, 翠花可不想在这里惹上什么疾病, 两人一起到海滩上向木材带回营地, 翠花的手受过伤, 大部分体力活还是得靠铁柱, 她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证明自己, 这虫子实在太烦人了, 铁柱被咬得没有脾气了, 现在就想着怎么把火生起来, 之前看别人挑战还觉得挺轻松的, 没想到现在走着沙滩上都觉得烫脚, 这次一定要用打火器生火成功, 尝试了好几次, 终于将这火弄好了, 看着火焰越烧越旺, 这可把他们高兴坏了, 感觉这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, 因为有火驱赶门虫, 它们睡了的好觉, 唯一的问题就是隔断时间的添加木柴, 在岛上待了这么久, 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, 沙滩上倒是有不少螃蟹, 这可把他们缠哭了, 折块头是小了一点, 要是能抓多点, 还是能填饱肚子的, 铁柱还是太小看这些螃蟹了, 行动速度非常快, 根本没法抓住, 就算抓到手里, 也被他们正脱离开, 看到铁柱细细败坏的样子, 可把翠花逗笑了, 简简单单的抓线,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, 忙碌了半天就弄到一只小螃蟹, 不管怎么说, 反正能解解馋就已经满足了, 放到火上烤一烤, 实在太久没闻到肉香, 两人迫不及待放到嘴里品尝, 晚上有火堆驱赶蚊虫, 铁柱觉得除了饿肚子都挺好, 就在他们睡觉时, 一只蜘蛛掉到翠花身上咬了一口, 这可把他吓坏了, 要不是当时看不清, 翠花肯定抓他烤来吃, 现在的想办法抓更多的螃蟹时, 铁柱打算弄一个鱼往漏斗去抓螃蟹, 而翠花弄了个篮子捞, 分别放到不同的地方, 也不知道谁能够抓到更多了, 这对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饿了好几天, 制造的陷阱没有一个是有用的, 每天还得消耗大量的能量去干活, 铁柱在附近找到有动物的痕迹, 打算利用这块石头弄成一个陷阱, 无论抓到什么都可以, 将石头滚下去, 铁柱非常高兴觉得一切都晚了, 将石头拿起来, 让翠花把陷阱布置好, 里面放上不少果实, 只要触碰到陷阱就会被落石杂中, 虽然看起来很原始, 但是效果非常好, 到了晚上还真的吸引到极乐的注意, 翠花听到了声音, 想过去看看, 一不小心脚趾碰到了石块, 可把他疼得不行, 原本还想着今天一起行动的, 铁柱看到这脚趾还是让翠花待在原地休息, 翠花至少得让伤口愈合不裂开才行, 得想办法弄点东西保护住, 现在只能负责照看火堆了, 铁柱回到陷阱处并没有看到有触发, 但是里面的香果被吃了不少, 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, 现在体力活都是铁柱在负责, 要是换成其他人早就在抱怨了, 营地里的木柴也就够两天使用, 也不知道铁柱还能坚持多少天, 他们已经在孤岛待了15天, 翠花很感谢铁柱的付出, 不得不说铁柱这体力是真的好, 车的不多, 干活还勤奋, 铁柱好不容易才等到翠花脚趾好了的消息,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物补充, 这让他们干起回来非常难受, 要不是平时囤结了不少脂肪, 也坚持不了这么多天, 翠花突然发现树上有只狼猪,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, 打算用棍子将他打下去, 当铁柱上去补刀, 翠花可不忘了那碗被蜘蛛咬了一口, 翘翘绕到背后慢慢将他弄下来, 没想到没弄下来, 反而直接把他捅了, 翠花是个狼人, 可以把狼猪放到火上烤, 这可比鸡肉好吃多了, 铁柱还是第一次品尝狼猪, 在嘴里不断咀嚼, 翠花就知道, 他肯定会喜欢这味道, 明天就是他们离开的日子, 还得走一段路才能离开, 翠花正编制良节让脚舒服点, 不知不觉, 终于来到彻底的日子, 根据地图的显示, 附近是鲨鱼的领地, 游过去是不可能的的, 只能翻越高山过去, 即使穿着良节, 行走起来相当疼, 翠花的身体比铁柱弱太多了, 没走多远就已经气喘吁吁, 他们费了不少功夫, 才来另外一片海滩, 救援船就在不远处, 两人迎着海浪游了过去, 铁柱和翠花完成了这次挑战, 现在他们只想回去吃顿好的再说, 也不知道还有谁会过来挑战呢, 谁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, 挑战荒野求生14天, 他们是我见过分数加起来最低的选手, 每天能吃的并不多, 海胆搭配上螃蟹, 已经是他们能找到最好的食物了, 过得实在太惨了, 换作是你会为了美女去挑战吗? 这里是巴拿马的牛口半岛, 基本上没什么人过来旅游, 到处都是栖极着危险的生物, 随时都有可能被袭击, 节目组还特意派人来指导挑战者一段时间, 这个男人叫老哈, 仅有4点5分, 虽然平时喜欢去极限挑战, 但是她的求生技能并不娴熟, 还是第一次挑战到野外待那么久, 而她的搭档翠花就更弱了, 只有3.6分, 对自己掌握的求生技能非常不自信, 就是这样一对搭档, 不知能待多少天了, 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到岛上会面, 初次见面有说有笑, 一把开山刀和锅子, 就是他们全副身家, 还比想办法穿越红树林到达海滩, 寻找地方搭建住所, 这路并不好走, 翠花的脚并不适应, 每走一步都相当疼, 而老哈皮操肉厚倒感觉还好, 不过一直被蚊虫叮咬有点烦, 月里面走, 植物变得更加茂密, 底下还是泥巴路, 行走速度大大减缓, 现在也没办法绕路走,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, 不知走了多久, 终于离开泥泥的道路来到海滩, 实在太不容易了, 这边空地很多, 非常适合搭建住所, 老哈找了个距离吸水比较近的地方, 有点担心附近的动物, 晚上会出来吸吸他们, 得抓紧时间搭建好住所保护好自己, 说断就干, 老哈一股脑投入到砍木头和搭建住所中, 完全没有理会翠花在干嘛, 就一把刀, 翠花呆在一边看着, 显得有点尴尬, 只能到溪流查看, 这是喝起来咸咸的, 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, 老哈赶紧过来看看, 很明显被海水倒灌完全不能喝, 住所还没搭建好, 又得想办法弄到淡水, 翠花的体力实在太弱了, 老哈感觉就是在拖后腿, 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弄, 眼看快要天黑, 现在的加快速度生火, 老哈虽然手持打火器, 但是一直没能将火弄起来, 翠花看到这场景, 感觉是时候证明自己的, 咔嚓几下就把火给弄好, 这可把老哈惊呆, 没想到翠花还是有点实力的, 虽然现在有火取暖, 但是到了晚上还是冷得不行, 最糟糕的是附近的生物开始活跃起来, 老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 只能到附近弄点墨才让火烧忘点, 这可把翠花吓坏了, 赶紧过去浮起来, 幸好老哈并没有什么事, 只是被咬有点难受, 这才第一晚就已经把他们折磨得不行,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碰到什么事情了, 这对陌生男女被困在孤岛上饿了好几天, 老哈和翠花想到水里看能否抓到鱼池, 他们还不知道, 就在不远处有只鳄鱼晒太阳, 突然, 这可把翠花吓坏了, 赶紧退回岸上, 看来只能从其他地方寻找食物, 还是先回去把营地完善好, 别人一般只要半小时就能搭尽好, 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, 还只是个框架, 没有吃的, 也没看到淡水, 这让他们有点难受, 幸好这里椰子多, 希望里面有水, 老哈拿着树干将椰子捅下来, 看来暂时不用担心会脱水的问题, 用刀将椰子削开, 两人喝到椰汁身体感觉好多了, 继续投入到完善庇护所中, 翠花还是第一次到野外求生, 啥都不知道, 需要老哈的一步一步指导, 这让他感觉有点不耐烦, 要是翠花能自己找事干就好了, 也没什么好办法, 只能一边浇一边干活, 工作效率明显下降了许多, 最糟糕的是下起来暴雨, 两人感觉变得更了, 别想办法收集雨水喝, 只能淋着雨找材料, 椰子壳刚好控出来可以用, 老哈也用自己的锅接水, 翠花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, 一直没弄好, 实在看不下去了, 只能在一边帮忙, 最后让他回去休息吧, 自己能做好, 就让翠花感觉非常难受,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天, 老哈打算弄一个鱼龙抓鱼, 之前看被鱼弄非常轻松, 没想到轮到自己这么冷, 鱼儿都没准备, 就放到水里, 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抓到鱼吃, 晚上依旧要忍受蚊虫的钉咬, 翠花整晚都在大呼小叫, 这让老哈感觉更加难受, 他们身上到处都是蚊虫钉咬的痕迹, 老哈却看了眼鱼龙, 什么都没有, 可能他使时少了道具组小小的帮助, 到了下午又迎来了暴风雨, 看起来比之前凶害很多, 赶紧找绳子将住所固定好一点, 翠花一直都在拖后腿, 夹固没弄好, 连活也照顾不好, 看来今晚两人只能在暴风雨中, 冷的瑟瑟发抖中度过, 老哈对翠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, 还不如独自一人顺利, 这让翠花非常伤心, 感觉自己还是挺厉害的, 是老哈太自以为是了, 两人相处起来太难了, 现在翠花很想和老哈好好谈谈, 老哈觉得自己太累了, 什么事都要自己呢, 翠花干啥啥不行, 连看火都不行, 这可把翠花既哭了, 想立刻退出挑战, 老哈瞬间猛了, 咋还哭了, 自己也没出啥样, 翠花哭着离开, 不知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了, 这对男女被困孤岛上, 两人还发生了争吵, 老哈觉得没有什么是一顿食物解决不了的, 两人分头行动寻找食物, 水里有几条小鱼, 翠花打算弄一炸困住鱼, 这是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技巧,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, 老哈盯上了水里的海胆, 身上的似能释放神经毒, 她看不清底下的情况, 最怕踩到受伤感染, 嘟嘟转断, 终于让她找到了, 翠花这边也重新将火点燃起来, 海胆里面的肉并不多, 吃起来浅显的, 少吃少了点, 也总好过没有, 还有司听他们就要离开这里到撤离点, 食物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, 老哈的陷阱已经没有任何起色,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, 只能隔断时间就去看看有没有收获, 她现在有点羡慕那鸟, 每次都能抓到吃的, 可能都被饿也吃了, 两人感觉一天比一天虚弱, 再这样下去别说去撤离点了, 能不能熬完豆那天都是问题, 翠花第一次觉得, 电视那些人是真的能挨饿, 反正她是受不了了, 饿得都没力气说话, 老哈突然发现水里有吃的, 立刻冲了过去, 一只小螃蟹, 这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棒了, 老哈恨不得现在就生吃, 看到这生猛的螃蟹, 可把翠花高兴坏了, 将螃蟹煮熟后放到嘴里慢慢品尝, 连壳都没有放过, 这才是他们想要的食物, 不知不觉, 终于来到了撤离的日子, 老哈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, 才待了14天就已经折磨得不行, 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待够21天的, 翠花惺惺自己没有退出挑战, 现在能和老哈一起完成挑战, 根据地图显示,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并不容易, 途径会碰到各种危险的生物, 他们挑选了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前行, 不过行走起来还是相当费力, 花了不少时间, 老哈才看到河流, 这里是鳄鱼出没的地方, 可他想都没想直接游过去, 幸好没有被鳄鱼盯上, 又进入到丛林里, 老哈在前面探路, 两人憋缩一口气往前走, 时不时就会陷入到泥土里, 他们还是来到了撤离地点, 现在只要游到中央就完成了, 不得不说节目组有够会折磨人的, 两人不断更换自始前行, 都不知道敲了多少口海水, 就在他们想放弃时, NPC的船终于过来了, 两人成功完成了这次挑战, 分数也得到了不少提升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